SIMPLE要對折的是 SIMPLE要對折的是HITMAN啊 這大概發生在06年 八年前的比賽了 地圖 SIMPLE對折黑的們 地圖是... 溫室效益 螺旋好像打過...打過三場嗎?我記得就打過一場啊 我問問他啊 我記得他就打過一場 然後打完之後他就...基本上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上過場了 我問問他 我記不住了 我去問一下螺旋 他就打過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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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位置 場啊 而右上角這個綠色的重組就是 Hitman 來自於SKT1戰隊的選手 現在是一場敗這組的比賽 誰輸誰就被淘汰了 進網吧 誰贏還有一次進入到SG的機會 Simple的ZVZ水平還是不錯的 有觀眾在問我8年前我在幹什麼 8年前 那個時候我 我還在 我想想 我已經進入到電子經濟這個行業了 我剛 剛去成都那個時候 我之前在廣州實習了很久 去做電子經濟的一個 就以前做星際之夜的時候的東西 去了一家廣州的一家叫做晋星的公司 然後 我06年應該是在成都 那個時候有家俱樂部 我在俱樂部裡面 做事情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在做對戰平台 然後 大概做了幾個月 我就來new tv了 我就來new tv了 對 沒做多久啊 反正那時候剛畢業嘛 就在找 找跟這個電子經濟相關的一個工作 有觀眾說8年前的我有點難想像啊 一會這樣比賽結束了 我找一場 8年前的我的視頻給你們看 應該不是8年前 是9年前啊 9年前我第一次解說比賽啊 也不是第一次解說比賽吧 就是第一次在這個全國的這個 比賽上面解說的一個視頻啊 9年前 05年 06年的時候的事情 8年前應該差不多 05年底06年初 然後C1G的廣州戰啊 那個時候 我第一次去解說 那個時候是一個全國的聯賽 我解說的比賽 一會找出來給大家看看 開局上來說的話 兩位選手都走了一個雙開的開局 而Simple這邊是踩了氣 黑特曼是沒有踩氣 Simple一看沒有踩氣 好的 那我就要去開雙框 對 開三框 按道路來說 Simple是要開三框的 黑特曼這個完全沒有壓制力啊 沒有踩氣 Simple的反正小狗一直在裡面繞 繞到你沒踩氣 那我肯定開三框了 換任何一個窮組選手啊 都應該去開三框 我找 我問的羅憲啊 他就打過了一場SPO啊 他是輸給了那個Honey 然後就再也沒上過場了 剛在QQ上問了一下他 好這邊繼續找 SIMple還沒開三框嗎 咦他直接跳了二本 提速蟑螂一攻 咦 SIMple這個有點想法嘛 換戰術了 但是實際上你這個跟你開三框沒有任何的影響啊 好 大家都散開啊 大家都散開 從整個運營套路上來說 現在我們看到SIMple是其實佔一些小優勢的 不過呢 這個Hitman 也有一次反撲的機會 就是他這一波提速狗好了之後 他也許會有一波反撲的機會 Hitman要利用自己的這波提速狗 直接逼退一次SIMple的三框 然後自己的三框開起來 這個是一個三開的套路 我們看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SIMple能不能防住啊 Hitman這邊的小狗並不多 那這樣壓不退 SIMple還是挺小型的 他先抱了一波狗 還是要壓 三級的壓不退了 蟑螂已經到了 壓不退了 小狗再多也壓不退這個時候 那這樣的話SIMple算是前期啊 我們看他通過一波小狗 化解了這第一波的危機 那這樣的話 他整個經濟就佔一些小小的優勢了 Hitman現在三級地沒有開起來 SIMple整體的第二攻也更早 小狗繼續的雙線跑一跑 但是好像還是跑不到東西 SIMple這個經驗非常的豐富啊 我們看整個 整個這個人口就已經開始落後了 這完全是一場打無氣開的教科書的開局啊 SIMple的這個打法 細節上沒有出任何的失誤 這邊這一波一頂 Hitman的蟑螂就有點不夠 蟑螂不夠 而且蟑螂沒有速度 這個是SIMple抓的一個timing 我只能說從經驗上來說的話 確實SIMple太豐富了 Hitman還是愣了一點啊 直接被SIMple抓了一波timing 雖然回救啊 但是對方的蟑螂是有攻防的 你的小狗也沒什麼威力 GG一比零 這張比賽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SIMple告訴了我們 如果他的細節做好了